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特别特殊的集市 Extravaganza 这个集市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大家来和我一起进去看看吧 看看这辆改装过的露营车是不是超级箱 它们可不是什么艺术比例 集市的组织者就住在这些露营车里 是他们移动的家 Extravaganza集市呢 每年的9月份到4月份在新西兰全国举行 被一批开着房车的流浪者 开着他们的露营车 每个星期的周末呢 会前往新西兰的一个主要的城市 周末的时候举办盛宴集市 在集市上呢 我们除了会看到一些手工制作的艺术品之外 还有小吃摊和供孩子玩耍的游乐区 在集市里还有现场音乐表演 阳光明媚的天资里 整个集市给人的感觉就是这种自由自在的 非常舒服的氛围 就像这些住在露营车上的人们一样 整个集市秉承的精神就是自由 集市呢是免费入内的 在出口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木箱子 可以提供捐款 如果你也在新西兰 查查他们今年的日程表 看看会不会去你所在的城市吧 我是对对在新西兰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